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 谭景谭研究员分析说明 研究员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研究员您可以先跟听众介绍一下 大陆的户籍制度 就是大陆它这个户籍管理制度 它事实上有三个阶段 那大概在1958年前 它是一个自由侵袭的状况 然后到1958到1978的时候 它是一个研究控制的一个时期 那一直到1978年之后 就是现在这种半开放的状况 那它这种状况 现在是它的户籍制度 是以户为一个单位的 一种人口管理政策 那它基本上 它就是把户口呢 分成农业和非农业的户口 那如果说个人 如果他是希望 从农村迁移到城镇的时候 要做一些非农业的工作 他就必须要做一些申请 那这个申请的话 事实上就是在批准的这个状况 它是有控制的 然后如果到这个省外面 去工作的时候 他有很多种许可证的一种方法 就是说如果他离开了他户口的话 他就有一些福利他会失去 比如说像粮食配额 这个单位住房 或是公费医疗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等于说 他们这个户籍的制度呢 跟他的社会福利制度 是有连接的 是还有一种所谓蓝印户口 那这蓝印户口是什么呢 这个蓝印户口呢 就是他事实上他是有点因应就是 后来的一些工商业发展的一些需求 因为在不准迁移的时候 他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 那比如说像广东啊 或者是等等一些其他地区 他需要一些人来这边工作的话 那他就设计了一个叫做蓝印户口的一个方式 然后在他的户口的那个本上面盖个蓝章 所以就叫做蓝印户口 那他这个蓝印户口 他基本上呢 他是外地人来这个地方 然后他基本上可以享受一些 当地的户口的一些权利 然后呢 他也有可能 他会经过一些时间 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正式的一个户口 所以蓝印的这个意思 事实上就是一个农业人口 华安分农业人口之间的一个过渡期 在他发展的一个阶段 事实上他这个蓝印户口的出现 他起先至中小城市之后 他到了上海深郡广州 天津这些城市也开始有 是 那既然这个制度实行到目前为止 您觉得对社会经济发展 产生哪些影响呢 我在想说 如果是一般台湾的民众的话 可能比较没有想过说这种感觉 他事实上这种户籍的制度 基本上它是限制到人的迁徙的自由 它随着大陆改革开放 工商业发达的这个演变 事实上它也比较不符合 现在的一个时势所趋 那基本上就是说 很多的工商城市 即使是在大陆 它也需要一些民工 来支持工商业的发展 所以它会使得这个就是 我们一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我们看到的这个农业人口支撑 这个工商业的所需的 这些人力的时候 它产生了很多问题 然后再加上说就是大陆的这个户籍制度 它除了人的迁徙之外 它把就是他们的这个土地的一些农民的土地的权责 也是放在这里面 还有它的社会福利也绑在一起 所以事实上它构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面向 所以这种制度它事实上 它是使得一个城乡的户籍之间 它的社会福利它变得差异很大 而且就是说有些人呢 它可能会造成一种无法登记在户口里面的一些黑虎 那大陆它事实上在普查就有发现 目前大概大陆有1300万人都没有办法做一个有效的登记 所以这么多的人 它事实上占了大陆人口的1% 所以事实上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看到大陆国务院呢 他们发布了这一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可以请您帮我分析一下 这次他们的改革有哪些重点方向呢 就是说它提出这个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那它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它不但是落实去年11月 在这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它是一个落实的一个措施 然后事实上呢 也跟今年哦 就是说提到的这个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部分有关 那它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提及人民主席 他上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户籍改革 应该是最重要一个改革方案 而且它这个部分的话 是一个就是在经济福祉城乡 从经解构的这个部分 是一个关键 那这个部分的话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习近平主席 他以前的一些看得出来说 他事实上一直对这个议题非常的关注 那它这个部分呢 事实上这一次呢 它主要它是在实施一个叫做差别化的落户政策 这个部分的话 它就是说 它依据城镇化 因为他们之前有城镇化一个规划 它有不同的城镇的一个人口的分布 还有规模 所以他这个部分的话 希望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然后他透过取消 我们刚刚说的蓝印户口的制度 让这些人都变成正式的人口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他可以在这些城镇里头 他马上就可以把城镇化里面的 这些户口的部分 可以做一些处理 等于就是说 现在在城市工作 他一定期间的这些农民工 他可以选择说正式入籍 或变成常住人口 他也可以纳入享有这个城市的一些 基本的公共服务 那这些改革方向之后 研究员您预期会产生哪些的效益跟影响呢 它最重要的几个效益 第一个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可以正式解编这些城乡之间的 劳动的移动能力 那因为就是说 已经没有分农民或非农民了 所以可以破除城乡人口移动的这个翻离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 因为在农民工 他在市民化的过程 原来有这个蓝印人口 那他就会变成说 他常常会游移在大城市 还有乡村之间 那这种人 我们通常叫他是候鸟型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他如果这些流动人口一直增加 事实上会增加社会成本 所以现在呢 他这个方式的话 就是把它确立说 他的这个户口 他可以透过一个 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可以提升城市 还有乡村劳动力的一些生产的效能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 也开始可以正视一下 就是农民工在城市里头工作 他长期可能没办法享受 这些就业医疗教育住房 还有社会保障等等 这些城镇居民的一些待遇的问题 那事实上也解决了 城市的一些成和 那最后的话 就是说 如果农民工 他可以市民化的话 他在工作的过程 他可以真正的增加收入 促进消费 那对于就是 他们所推动的这个城镇化的部分 有一个新的动力 才有可能真正达到 就是说 居民消费可以扩大内需 然后可以解决 他长期投资和消费比例 的失衡的一个问题 那有这些预期的效益之外呢 当然也可能会面对一些挑战 研究员 那他们要推动这些新制度 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事实上 我们还是必须要说 就是这个户籍改革的意见 虽然是很大的突破 可是事实上 他挑战也很大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因为他以前这种 农民或非农民的 这种二元的户籍制度 事实上 他就是让人民的福利 是不一样的 这个部分呢 他虽然已经大幅的 来做一个放宽了 可是呢 我们从这个意见里面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就是说 农民工跟城镇人口的福利 事实上 他还是没有办法 达到一致共享的一个状况 他事实上只是说 他们的这个福利可以提高 可是还没有完全的一样 所以就是说 虽然没有盖这个蓝印 可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个城市里头 他要公共福利 要能够共享的一个状况 如果说 一天没有做到的话 事实上 对于这些农民工呢 他事实上 还是在社会福利上 有个不停的一个状况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 落实这些社会福利的话 要所有的落户 在这个城镇里头的人 都要共享的话 事实上 他会跟财政能力有关 他每个地方政府 都可以提供落户人口的 社会福利制度 可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各个城镇里面 或是这个各个地方政府 他必须要有健全的财政 他才能够 可以实践这个落户人口 所以跟他当地的 畅旺的产业发展有关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如果有一些中小城市的 公共福利资源 中央没有支应的话 其实基本上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现在的状况 还是会持续 农民工还是会到大城市去 所以其实他们 对于大都现在要推动 城镇化的 中小城市的 它的一个发展 还是有一些 必须要透过中央的政策 来做一个支应 那最后一个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 对于农业的移转人口 他这个部分呢 虽然说可以引导他 然后有序流转 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可是这些到城里头的 落户的农民 他对于有常退出 农村土地所有权 承包权 经营权 也就是他们的三权 这个部分 他这个部分 目前只能提说 尊重农民的意愿 来展开一些试点 让农民去做选择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户籍制度 他目前还捆绑着城乡之间的人口的移动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还是对于农村土地的解编 还有新农民的一些进驻 还有甚至这些农民的生产效率 这些东西呢 可能还没有办法 很快的可以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那你认为要推动新的户籍改革制度 有哪些配套做事是注意的部分呢 刚刚谈到的 就是说 在地方政府的财政的能力 必须要做一个 就是要做一个支应 中央政府的话 它要必须要有一些政策 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在农村里面 农村的土地 它要怎么样做一个解编的一个动作 就是可以在尊重农民意愿之下 要怎么样来做个推展 这个部分可能也需要有一些政策 来做一些因应 那最后一个的话 就是农民工在城镇里面的 他的社会福利 必须要跟城镇里面的人 要能够一致 这样子的话 才是一个真正的平等 是 以上是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副研究员谈起于 针对中国大陆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可能会产生哪些效益 以及将命令哪些挑战 应该有哪些配套措施 我们做详细的分析说明 非常谢谢研究员接种访问 谢谢您 谢谢 谢谢